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多喝水 多补充水分 然后防晒防中暑 好 一连串说完了 这个水气呢 人就是偏少的 所以呢 各地的降雨几率其实都非常的低 那么10%到20%之间 我认为雨不太容易下得下来 最多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午后雷震雨 雨量稍微多一点点 但人就非常的炎热 我们来看各地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 白天的温度都是25到34度 事实上昨天呢 花莲台东有一些下沉气流 所以呢 温度有飙高到36到37度 那是热到你无法排汗的温度 好 闷热的不得了 那么中部地区呢 则是26到33度 澎湖地区是26到32度 好 很热 很帅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花莲 澎湖都是27度 台南 高雄 29度 宜蘭跟台东 28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大涨的 一方面呢 是因为美国所公布的一些军纪数字 似乎是比预期要来的没那么糟 好 不是说非常的好 但是至少没那么糟 所以呢 就使得美股呢 那么摆脱了不管是中美之间会不会有新一波的 这个冲突升高 或者是美国内部的这一些抗争 好 所以呢 美股四大指数 道具贵指数大涨了527点 收盘指数26269点 涨幅2.05% 纳斯达克上涨了74.54点 涨幅0.78% 收盘指数呢 是9682点 S&P指数上涨了42点 收盘指数是3122点 涨幅1.36% 费层半导体 则上涨了54点 收盘指数是1937点 涨幅2.87%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 则是上涨了 那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0.4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37.29美元 涨幅1.3% 而拜布兰特原油则是上涨了0.22美元 那么每桶的报价是39.79美元 涨幅0.56% 油价上涨特别值得关注 因为呢 那么美国在原油期货的期间 纽约原油期货期间呢 那么曾经一度的 那么因为对于这一个OPEP 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国 他们的会议会不会从下个礼拜提前到6月4号 传出了一些杂音 所以呢 一度使得原油的期货呢 翻黑 但是呢 很快的又涨回了高点 显然看起来美国的经济数据 尤其是呢 美国经济数据当中 所显现出来的最坏的状况 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那么对于激励油价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黄金跟美元一样 那么现在呢 都因为避险需求大幅度的锐减 所以呢 那么黄金期货昨天大跌 那么大跌了29.2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704.80美元 跌幅1.68% 这创了5月11号以来的最低收盘价 那至于在这个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也是继续下跌了0.3个百分点 来到97.67 那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数据当中股价指数上涨了162点 收盘指数是6382点 涨幅2.6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163点 收盘指数是5022点 涨幅更是高达百分之3.36 而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466点 收盘指数是12487点 涨幅百分之3.88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啊 那ISEP美国供应商管理协会呢 他们所做的采购经营人这个调查当中呢 属于非制造业的部分啊 那么是回升的 那这个制造业都会先公布 通常在每一个月的1号就会公布 那隔天5月2号我们就 隔天的2号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数字 而非制造业的部分 通常是大部分是服务业的部分呢 则是要等的三四天啊 那这个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呢 跟Market公司其实都有做采购经营人的调查 不过一般认为ISM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呢 它的吻合度是比较高的 好 那么五月份的ISM非制造业 采购经营人指数是45.4 这比四月份的41.8明显上升 而且比预估值都还要来得高 所以呢 从11年的低点反弹 而且优于预期 不过 当然距离这个紧细融固线的50之上 还有一小步的差距 所以直接讲说复苏回升还言之过早 但是至少呢 已经出现了低点的反弹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昨天呢 美国的民间人力资源公司ADP 他呢 公布五月份的就业的一些状况 那么根据他调查呢 五月份的非农的民间部门的总就业人口数呢 是减少了276万人比前一个月再减少276万人 好 那当然其实这个数字当然也是很可观 几百万人的失业 但是这已经比预期要来得好很多 原本预期呢 五月份减少的工作机会会高达800多万个 但现在呢 只有276万个 所以呢 这个周 这个礼拜五 美国劳工部就会公布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那现在看起来 四月份的失业率是14.7% 那五月份的数字如果如ADP的预测的话 可能不到20% 这比预期要来得好很多 所以呢 虽然经济的数字不是好的 但是呢 至少比预期要来得好 你就激励了股市呢 继续的大涨 再加上呢 川普有可能会在近期之内呢 再推出新的振兴方案 希望呢 能够将失业津贴呢 做一些调整 回去工作 他拿到的薪水要比失业津贴要来得高 因为现在失业津贴甚至于会高于他的工作收入 那么另外呢 有一些旅游的补助啦 或者是减免啦 或者是企业回流美国的一些补贴 当然这必须要等到 那个他们的完整的这个讨论之后呢 才能够定案 好 这个是振兴 然后再加上就业数字没有那么的糟 那这些数字呢 都使得美国股市呢 昨天大涨 也就摆脱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问题 以及这个是这个目前街头上的走上街头的这些问题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德国 德国现在也希望能够推振兴经济方案 但是呢 因为他的执政联盟底下的 基民党跟社民党 一个希望能够扩大整个的刺激计划 而另外一个认为要限制发债的规模 所以呢 彼此之间呢就相持不下 而没有办法推出 好 这个是德国的一个情况 那不过韩国呢 昨天呢 宣布要加码290亿美元 推出来的是金额高达35.3兆韩元的刺激方案 那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三波的追加预算来刺激经济 那么以3月17号通过11.7兆韩元 4月30号通过12兆韩元 然后6月3号昨天再通过35兆韩元 总计呢 其实已经使得整个的刺激规模呢 达到270兆韩元 约合台币大概是6.6兆新台币 占整个韩国的GDP是14% 是相当规模的振兴经济 当然这也使得政府的财政赤字呢 大幅度的提升 好 然后我们来看到的是澳洲 澳洲呢 昨天公布了 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啊 是负成长的跟前一季相比 跟去年第四季相比呢 是季减了百分之零点三 但是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 仍旧是年增百分之1.4 那么就一季一季来计算的话呢 出现了30年来首度的衰退 那么而且第二季可能会比第一季更糟 所以就会有连续两个季度呢 都出现了衰退 那不过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仍旧是小幅度的上扬的 好 另外我们来要注意的是土耳其 土耳其现在为了救经济呢 不断利用央行来大举的降息 跟收购公债 等于就是大量的印钞票 使得它的货币供给额的年增率 高达百分之八十 所以今年发行的货币比累计的发行货币 还要增加了八成哦 那么所以那个整个的市场就会潜满为患 这使得土耳其呢可能面对通膨疑虑 以及呢贬值的压力 好 这是土耳其呢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好 另外我们来注意的是中美之间 那么美国商务部呢 昨天呢表明了在上个月所宣布的 33家新增的中国大陆的企业跟机构的黑名单 6月5号也就是明天呢 会正式的生效 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而另外呢美国运输部呢 昨天证实6月16号开始 要禁止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的航班 飞抵美国 那么主要是要抗议呢 中国大陆现在呢 对于美国航空公司 赴飞中国大陆这件事情呢 那么有一些禁止上面的一些规定 好 所以中美之间的航空运输呢 也出现了互杠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 现在美国发动全世界呢 来围堵华为的5G呢 现在看起来五眼联盟 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纽西兰的 这个至少这五个国家当中的四个国家的联合作为呢 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澳洲是首先响应美国的 其次呢是英国原本呢 是放宽华为可以加入英国的5G设备 但是呢 那么现在呢 在疫情结束了之后呢 在上个月态度转向 转为呢 要在2030年之前 完全将华为排除在英国的网络之外 而加拿大呢 昨天呢 有两家电信业者主动的表态 他们呢 跟北欧的设备商合作 那等于就是拒绝了华为 因为这两家呢 过去长期是跟华为合作的 好 那这两家表态了之后呢 加拿大的三家主要的电信公司都拒绝了华为了 所以呢 这个等于是加拿大呢 用民间的方式加入了围堵华为的这个力量 那现在呢 就只剩下了纽西兰没有正式的表态 好 这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香港的问题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香港商会 所以是由美国在香港的这个联合组织呢 他们所做的针对美国的企业在香港的一个调查 就发现到说呢 确实有八成的企业对于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表达了忧心 超过一半表示非常担心 那有三成表示有点担心 所以超过八成是担心的 那但是对于香港的经济前景 就出现了一半一半的情况 有将近一半 百分之四十八呢 对于香港的短中长期都是悲观的 那么但是呢 有三成六是认为短期悲观 但是中长期人就看好 那么有百分之十五是短中长期都乐观 所以呢 对于香港的前景有一半 有相当大的疑虑 而且是短中长期都有疑虑 而这里面呢 有三成大概百分之二十九的受访者 已经考虑要将他的资本资产业务 从香港转出 有七成决定留下来 所以这一个五成的担心 然后以及三成可能要退出这件事情 对香港的长期影响是值得观察的 另外要注意的是 昨天大陆的深圳 那么立法个人破产法 这是大陆第一个的个人破产法 这是深圳的经济特区 它的个人破产条例 那么申请破产的 这个债务债务额度的门槛是 人民币五十万元 而且必须要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 同时呢 参与深圳的社会保险 连续超过三年的自然人 才可以申请破产 当然申请破产呢 它会有一些消费行为的限制 但是至少可以保障生活 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的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实是极为重要的 好另外呢 中国大陆的民间版的这个服务业的PMI呢 是大幅度的回升 回升了五十五 那么谈升的幅度呢 创了九年半来的谈升的快速 而且五十五这个数字 不但超过景西伦枯线五十之上 同时还创了九年半的新高 所以大陆现在呢 制造业跟服务业的回升的状况 其实是很明显 而且两个呢 两样都是官方榜言民间版的数字 都已经回到了景西伦枯线五十之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入股的部分呢 昨天呢是涨跌互建的 那么上证指数小涨了一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零七 深圳城指数小跌了四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零四 不过香港恒生指数继续的大涨 大涨了三百二十九点 收盘指数两万四千三百二十五点 涨幅百分之一点三七 好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这个国内的这个情况 台北股市呢 昨天其实也在亚洲股市呢 普遍强势的情况之下呢 开高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大涨了一百九十二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一点七三 而且突破了一万一千两百点 一万一千三百点 来到了一万一千三百二十点 成交量也放大到了两千亿元之上 来到两千一百一十二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呢 终于出现了少见的最近少见的连三买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呢 买超而且昨天的一口气买超了一百七十六亿元 累计三天的买超额度达到了三百四十亿元 昨天新台币呢也升值了八点三分 来到二十九点九零五对亿美元 这里面呢 那么盘中曾经一度强升一点三八角 那最后呢在央行介入之下呢 那么增值幅度呢才小幅度的减少 但是呢现在资金泛滥的情况 央行的定存单的得标利率 创了历史的新低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影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